大家好 欢迎来到资金楼市媒务所 又有我卡查彭卫生 今天是1月19日 星期四 现在是10点57分 港股今早的走势跟随外围下跌 美股昨天跌的幅度再度超过1% 令港股受压 早前的时间恒指低开200点之后 曾经跌幅一直扩阔 但始终跌不下跌 跌至1,500这些位置 开始逐步跌幅收窄 现在来说市场为什么突然间 对美股方面看得这么淡 令到导致连跌两天之外 纳指更加断了揽下七年升 主要是因为大家担心经济状况 例如昨天来说 美国出了一大堆数据 全部数据都不能够符合市场预期 无论核心的PPI数字 又或者核心零售消费数字 都是远差过市场 差到的情况就是说 可以看到部分数据数据 亦是2019年以来最差的水平 都是反映着大家所担心的 经济衰退 好像在眼前又出现了 令到大家突然之间 市场如梦初醒 觉得美国今年 下一季度开始 整体经济会进一步恶化 甚至有部分大行 在香港搬出自己的经济模型 指出三年期的国债资息率 高于十年期的国债资息率 就会有机会 今年第三季 有43%的机会 出现经济衰退 这些数字 或者一些言论 都是吓怕了投资者 而且也看到 联储局那边 又再有人出来 作出一个鷹派的陈述 表示很支持 联储局 尽快将美国的息率 下股上升至5厘 甚至是高一点的水平 值得有效打击通胀 这些无论是鷹派的言论 甚至是经济衰退 都是客宅做投资者 我们看看这些数据 对于整个美汇也好 甚至加息的预期也好 其实没有太大影响 说就照说 市就照回 令到大家对于美股 是不是真的见顶 我仍然觉得未见顶 原因也要看回 比如我们看 鷹派言论 也担心过 经济出现一个衰退 理论上 美元应该会很弱 但近期来的确是比较弱 下回到101这些水平 但昨天又没有破到101.3 这个关口 其实也是在显示 投资者 不是真的看得那么淡 因为如果一旦 就是说 经济出现一个衰退 肯定第一件事 大家就会看到 就是美国联储局 是会暂停加息 甚至是说 今年里面 是会有减息机会 如果是这样的话 没理由美汇还可以 站在101这些水位 所以就这样看回 美汇的走势 纯粹是技术回调 下回来这些水平 只是一个正常的回落 因为美国不再加息 在未来的时段 大家预计的息核率很快见顶 理论上 美汇是应该要回的 第二 亦要看回 就是说 联储基因利率期货 根据作为预测 二月份和三月份两次 联储局的议息会议 大家仍是继续 估计会有25点指的加息幅度 也没有特别加快 例如看回二月份的加息 大家相信 将息率推到上去 4.5到4.75 机会率是有68% 也不算特别差 都是60几个百分比 也未去到90%的水平 大家都仍是有点猶疑 猶疑是什么呢 大家会觉得 会不会不加呢 令到联储基因利率 维持4.25到4.5的水平 都有31% 如果是这样的话 其实大家不是真的觉得 联储局的官员出来说 要尽快将息率推到上去5厘 就等于会加快加息 至于三月份的议息会议后 市场的认同就是说 加多25点指去到7到5厘 也都是63% 又不是特别多 而且也都继续看回 如果一旦在这个月加息 下一次再加息的机会率 又还在 如果是这样的话 即是说加个幅度 25点指只剩63% 而不加的机会率 有26% 大家都仍然覺得 現在未有被聯儲局的一些官員的言論嚇怕 所以暫時看回整體美匯沒有大省 再加上整體美國的加息速度也沒有加快 所以美國昨天的下跌是有少許過份反應 而且可以理解到短期到保利加通道頂部 整體走勢受壓固然 問題是有沒有能力再進一步 將保利加通道的垂直高度擴大 然後直至向上走 看回幅度沒有再有很大的擴大 甚至跌回頭 昨天也看到導致跌穿到保利加通道中軸 顯示到短期市場的意欲先做回調 因為最近上到保利加通道頂部 RSI沒有穿到70 顯示到動力不足夠 所以回調是合理的技術回調 亦不是說升了兩次上去都不能上升 代表一個叫做見頂形態 至於昨天來說 行指也叫做有跌再轉回升 最後成100點升幅 升的幅度是0.5%左右 不算多 但留意到的一件事就是 行指也好國指也好上升 我們見到很多錢進來 很多錢 原因是看到昨天來說 收市的極競價時段 行指已經有60.4億的資金進來 而國指也是51 另外科指是34.9 主要應該是跟科技相關的龍頭股 包括騰訊 甚至阿里來說 都有比較多的錢進來 追捧他們 而且也見到整體的追貨率 是91% 89% 88.9% 基本上是九成 在這麼高的追貨率下 其實就預視著一件事 即使股市真的回升 都不會一天七八八點跌 都是說八至兩百點回調 回調完之後 跌不穿 有再彈上來 好像現在來說 指數只是跌了五八點而已 其實都是看到 市場上高的投資者 尤其是機構投資者那邊 看過後市 不是看得那麼差 所以都願意在那個 即是收市的後競價時段 是一落地買貨的 令到今天來說 早段的時間 跌幅都是受到限制 只可以說受到限制 即是你說會不會跌 是會跌 但是受到限制 而且也看回 我們一直看著 由10月20日開始 指數的走勢 和資金流的走勢 尤其是見價時段 開市加收市 我們看到近來來說 市場一直一直在高位 徘徊 沒有下跌 但是資金一直衝進來 其實反映了一樣 真是後市的看法 不應該看得太淡 我們重視將 開市的見價時段 和收市的見價時段 兩個時段的資金 拆散了去看 其實都見到 兩類的資金 都是計算高位 縱使在開市的見價時段 譬如前兩天 就是陽明生物批股 令到那個資金 叫做 流走了40億 昨天來說 市沒有什麼方向 就是有一億的資金 進來 令到走勢上 在開市的見價時段 那個資金流 綠色那條線 是回了一點 但是收市後的見價時段 那個資金流 藍色那條線 一直衝上去 顯示到一件事 炒day trade的投資者 少了 也可以這麼說 炒day trade的投資者 可能因為都看不到那個方向 變相他們都不敢做得太盡 或者太薄 所以開市的時間 資金沒有再流入 但是收市的見價時段 是比較主力 是看長線的 他們的走勢就繼續上升 市況就不應該太差 科子也是 尤其是科子來說 更加見到 就是收市後的見價時段 他的資金進來的情況 是非常明顯 會看到其實 市在這一陣回調 力度不大下 有機會令到科子 有更多的資金 跑進來 買到貨 當然 買完貨之後 市就要推升 下一輪的推升 就會是浩急 也不會再有 一些比較明顯的回調 給你買貨 所以都要留意 至於人民幣的匯價 經過上個星期日 一下子 即是叫做 升上去 轉強 去到6.6976的水平之後 這兩天是回軟了一點 如果看 其實它也可以這樣去考慮 就是說 當人民幣匯價 是偏離了20天的營運平均線太遠 才做調整 也都繼續叫做 轉強的營態是不變的 因為內地經濟服上 也都看回 就是說 現在雖然 有部份的地區 可能說 經濟增長幅度 還是比較慢 但如果大家有留意的話 今年內地給出來的經濟增長 的預測 除了一部份 例如北京 上海 以及深圳 廣州 這些地方 增長幅度 是沒有5% 大多數的地區 它出來的經濟預測 是超過5% 有些甚至是6% 或者是接近7% 其實是顯示一件事 就是整體內地的經濟 服上下 經濟增長動力是很強的 所以人民幣匯價是轉強 是必然的情況 所以我想 暫時來說 人民幣匯價做好 都有助於整個的港股 向上的形態不變 至於今早早 美股跌 也都見到 美股跌的幅度多一點 來講 稻子和納子都一起跌 納子甚至是由升轉跌 所以今早港股的走勢 低開了225點 令到資金在早段的時間 跑出來 但是15億 流出量 多的 如果你計算 因為最近來說 基本上都沒有可真是見過 是有些資金走 有15億的資金走 亦都見到拋貨比率79% 而國市是10.6億 拋貨率72.8% 科市接近10億 9.7億 拋貨率98.2% 顯示著一件事 整個市場 在早段的時間 就是 訂貨 訂貨當然對市是不好的 而且也看回 有1200點的跌幅 15億的資金走 當然對市的確是有壓力 但是始終這個問題就是 我們看到累積的資金總額這麼大 而且很多時候 早上訂貨後 收市的建立時段又再買回 如果今天來說 還是繼續這樣的情況 其實你可以這樣去理解 市場基本上短期內 都不用想要做一個比較大的回調 就算真的回調的話 可能都是純粹跌回去 保利加通道的中軸附近 而今天來說 原本是看回早段的時間 預計280點的跌幅 今天基本上都差不多 暫時都看回 今次最多都未跌多過300點 變相都是可以看回 這15億的資金流出 就配搭這200點的跌幅 相對是比較恰當的 應該跌不到太多 不過問題就是 來到這水平 21000不站穩的話 之後會怎樣呢 如果用回之前幾天的收市的見解時段 去看回 資金這樣進來 就應該還是有得升的 看回市場在短期走勢 我們用回即時圖 看一小時的小市圖 我們發現 恆子來說 一直貼著保利加通道 頂部走走走 都好幾次 四個頂 再加上四個頂 都是一頂高一頂 還要在同一條上升通道的頂部 所以現在來說 基本上大家都是看著 這個上升通道的頂 有沒有突破的機會 而最近來說 市數到達21,947點之後 每條 穿到二十天的二龍平均線 二十小時的平均線 也就是保利加通道的中軸 低位做過21,417點 沒有跌穿很多 而且今天來說 我們看到 恆子也是曾經跌到最低 是見過21,383點 其實都可以去看 市場跌下去 是真的阻隔重重的 也可以去看 現在在小市圖裏面 一頂高一頂的形態出來了 但RSI就是一頂低於一頂 RSI的紅背出了 可能都會令到 如果真是個市 穿下來 去到保利加通道的底部 如果以小市圖體 才會觸發到 一個比較明顯的跌幅擴大 以及保利加通道的垂直高度去擴闊 暫時未有這些跌破的情況 只可以這樣看 就是市場繼續維持高位徘徊 至於日線號方面 短期其實都可以這樣看 就是繼續維持高於一頂 只要沒有出現 就是一個明顯的跌穿 尤其是我們要看 當我們經常看上升走勢 好幾次指數去到二十天線 都穿不到下去 現在來說 二十天線的重要性是非常高的 只要恒指來說 是沒有跌穿二十天線 或者保利加通道的充足 我們還是繼續對恒指一浪高一浪的形態 是繼續有效的 所以暫時會繼續做一個預期 指數是一步一步向上走 並且是越走越高 甚至最終來說 台灣則是由25,050non至最低 最ator道是14,597點後 Jewish跌幅能夠修復 100%跌幅就應該可以完全修復 時間上未知 足夠多在市場上 現在買了指數相關的股份 即是ETF 甚至買了一些大隻的 譬如騰訊等指數股份 不要亂跑 不要跑來跑去 持續等它升 我們看看馬上走勢 現在的市場跌了27點 如果我們看 在恆指日線圖上 由高位在25,050點跌下去的低位 做過14,597點 之後反彈這幅 都是貼著保利加通道頂 未有跌穿 而且我們看到這幅 幸好的就是 我們看到指數仍然一頂高於一頂 RSI也繼續是一頂高於一頂 繼續升 繼續向上走 未見頂 不要想著指數 保利加通道頂 受制 市場會否跌回頭 未是 如果你是見頂的話 RSI應該反過來走 就是一頂低於一頂 我就可以反過來 量度要跌多少 未有這些情況下 繼續持續 至於用小時圖去看的話 今天早上都是去到這一格位 10點的時候 做過最低是21,383點 在保利加通道底部 還有一樣東西 最重要我們看到 保利加通道是怎樣 橫行之外 也都看到那個波幅 是很穩定 沒有怎麼動的 唯一一樣東西 就是這個小時圖 令我有少少憂慮 即是它再升不到上去 的原因就是 RSI 因為它是 一頂高於一頂 但是RSI 一頂低於一頂 變成會令到 可能在短期裏 真是 橫行之外 有這個回調的機會 回調幅度多少呢 我們就用回 這個 黃金比率 如果真是在 21,947點 見頂的話 匯條第38.2% 就要去到 20,088點 這些水平 怎樣去計算這些位 以及怎樣去定這些 即是誰開始計 誰是個尾段 這裏都是在 未來 2月3日開始的 線上講座會講的 再提提大家 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報名的 繼續看回市 來到 整體走勢上 我會覺得 還有一件事 應該要小心 就是我們看回波幅指數 當 我們看到波幅 去到一些 低的水平 低的水平 去到 上一次的 低位附近 會擔心有機會 突然之間 那個波幅 會擴闊 這件事 我唯一覺得 在短期裏面 令到大家 真的要小心 就是這件事 波幅來講 一擴闊 通常市 都會跌 為主 例如 我們看回 8月份 波幅開始擴闊 然後 去到 9月的時候 再擴闊 那個市 越跌越深 去到10月 才會見頂 頂 現在來講 再來 這些低位 會不會令到指數 可以在短期裏面 真的站得穩 真的需要 小心 看一看 至於 一些 內房雇 很多 投資者都會想 想想 應該要買 原因是 橫行了很久 賠償了那麼久 收購貨 收購貨 就會升 其實 最緊要 橫行是收購貨 還是 橫行是 派購貨 大家都不知道 因為現在來講 內房最大的問題 就是 並非 像之前大家擔心 那樣 他們是沒有辦法 還債 可以有能力還債 原因是 爺 都 出面了 又要銀行借錢給他 又要 開放渠道給他們融資 變相 令到他們 本身來講 今年還錢 沒有什麼問題 但問題是 要還到 什麼時候才能還 所有東西呢 尤其是 上兩天 聽到一宗消息 恆大 要求 債權人 接受兩個方案 要是 將你部份的債 轉回做股票 問題是 我不覺得 這是會有人肯制 因為第一件事 我收多少 第二 你用什麼價 跟我去換 通常 債轉股有條公式 就會用回 最後交易日 那個價 你做一個折讓 可能說折讓七成 在這樣的情況 其實是否開市的時候 真的會給到七成 我都有很大疑問 分分鐘值股份 即是恆大一開的時候 會跌你九成多 在這樣的情況 變成你 拿債那幫人 馬上輸錢 第二 通常 一定有 落下 怎麼會沒有落下 如果你說 我接受了你 債 股轉債 債專股 我怎麼都要 保持一段時間 否則 我給了你 你扔散我的股票 又是死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 接受機會很低 第二個可能性 就是 究竟會不會有機會 分12年去攤還 其實說真的 12個月 都可以想 你要12年去還債 究竟 這間公司 在這12年 是否真的還可以 存在到 真是不知道 可能是 最終來講 撿了 在這樣的情況 根本就收不到 結果兩個方案 其實都未必 有人願意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 整個 叫做 內房的債務問題 是未解決到的 現在唯一一件事 就是說 中央給他們 就是叫做 拿到資金 去繼續 完成他手上的 那些未員工的東西 這個唯一一件事 就是說 令到大家 安心下來 所以你看到 內房股 在10月那段時間 跌到最低位 彈完之後 這陣子 彈也上不回一些高位 而且 也看到很多 內房的 老闆 在市場上 伸手 拿錢 甚至在公司方面 亦是配股集資 都是影響到 大家對於 內房股的整體前景 的走勢 所以 譬如 碧桂園 這隻真的是 挺強的 股份 但是 強的意思不是 股價強 而是 他還款 還款能力 還是強的 也是這樣 旭輝也是這樣 真的是 要小心 譬如 龍湖 抽完上來這一針 都是在頂部 不動 所以你說 都升了很多 是升了很多 不過問題 很多時候 我們看這些 的股份 之前 跌得很 離譜 令到他的股價 遠遠是 超越了 合理的水平 所以在低位 反彈上來 才有這麼大的 升幅 所以 都看回他們 究竟 整體股值 可不可以維持 這個 就真的要看 今年內地 一手房 的整體價格 可不可以回穩 因為 如果看最近 內地出的 房屋 數據 顯示 一手房 是 價格 穩定了 但二手房 是怎樣 跌得 都很明顯 原因是 在市場上 有很多人 供不起 套現 把現有居住人的 屋 賣出來 變相 二手方面 供應大了 都會令到 整體的 二手房價 跌得比較明顯 未來 還有很多經濟數據 要公佈 無論是 今晚 美國推出的 新生命失業 救濟人數 另外 也看回 12月份 美國 新屋 動工 都是一個 重要數據 正式推介 是 接下來 2月3日 10日 17日 24日 3月3日 這五個 星期五 都會在網上 開一個 技術工具解讀研討會 而這五個研討會內容分別包括如何看圖表 如何利用移動平均線去找轉角市 保力交通道和RSI正當的使用方法 如何利用黃金比率去找一個預測匯條和上升目標 亦會教大家如何利用資金樓去做出一個投資部署 很多人會覺得我沒有資金樓的分析 我會教大家如何在市場上高拿出現有的數據來畫圖做分析 這便可以利用現有的資金樓作為一個部署 究竟市場上高投資者其他人在想甚麼 從中作為一個跟大戶投資者做投資的策略 而最後學了這四樣東西 混合在一起 由一個甚麼都沒有的情況 變成一個最終可以行得通的投資策略 會教大家如何去做個技術分析 第一步要做甚麼 第二步要做甚麼 第三步要做甚麼 跟著最後才去決定賣買股票 整體上那個叫做安排 就可以令到大家可以在一個很短時間裏面 真的學懂了整個技術分析 由零到一的步驟 這次牛市已經進入了 在這個牛市裏面 大家真的要用這個工具去幫自己 找到最好的入市時機 找到最佳離場的時間 找到一些真正正可以做長線投資的股份 甚至是避開一些不必要的投資陷阱 都可以利用技術工具的分析方法去幫助大家 而這次來說 收費是9800元 總共五堂 如果大家對這個研討會有興趣的話 就可以利用版面上高的QR Code 登入然後去報名 將那個費用進入銀行戶口之後 將那個入數字上傳回 至於已經報讀的同學來說 如果你還未進入錢的話 記得盡快進入 尤其是有一些早料價的同學 他們沒有入錢的話 可能有機會 早料價的位置 就要轉給其他人 因為其實也有很多其他朋友 都有興趣報讀 也很想拿早料價 可惜是因為我們那時候定了早料價 只是頭12名 所以現在來說 已經有12個是報讀了 但是有部份是未入錢的話 可能在安排上 就是為了公平 都可能需要將他的名額 轉給其他人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各位如果有任何關於個股 關於大事 甚至是對於資金流方面的問題的話 都歡迎繼續在下面留言給我 最近來說 就是因為我自己的YouTube帳號 被人封了 我也不知道什麼原因 現在來說 我都盡量用其他方法 在登入裡面去答大家問題 請大家等一等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我們明天再見 多謝各位收看 拜拜